说到高秀蜜,可能现在的00后都不怎么熟悉,但是它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春晚的小品常客,于次在春节临欢晚会和赵本山搭大表演,卖车心并送水公等等,都是春晚上的经典小品,但不幸的是这位小品艺术家。 在2005年8月18日凌晨4时,高秀蜜突发心脏病,在长春市深圳街华侨村明人公寓去世,当时高秀蜜才46岁,还是很年轻的艺术家了。 高秀蜜去世后,被安葬在吉林省长春市西园内,看得出高秀蜜的墓地上,有一位他的人物雕塑,并且是双手握拾的样子。 其余就是,他的完美谢幕,在高秀蜜的墓碑上,还有他的彩色照片,是人看见了,也是对他生前的回忆了。 另外还有一位春晚的相声常客侯耀文,侯耀文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第三子。 在1983年春节,侯耀文参加了第一届春节晚会,后又陆续参加了十届春节晚会的相声表演。 就是这样一位春晚相声,常客不幸的。 在2007年6月23日,侯耀文因突发心脏病,于严树家中病逝,当时才59岁,去世后被安葬于北京市昌平区天寿陵园。 在侯耀文的墓地上,也有一个他的人物雕刻,并在墓碑上刻着侯耀文三个大字,清晰可见,也是常有有人来墓地看望的。 带来鲜花表示敬仰,看着高秀免了墓地,再看侯耀文的墓地,网友春晚常客得完美谢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